嗨,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烤牛排 盐,胡椒粉,食用油混合在一起 均匀的刷在牛排的两面上 猪菜类洗净切条切块 加入盐,胡椒粉,食用油,均匀搅拌,备用 除 있는,胡椒粉 Aer herum 食用油を吹 mention ソーセージ 预热烤箱 烤架向下移动距离顶部 7-10厘米左右 为最佳位置 土豆蔬菜类可以提前放入 烤至五成熟后再放入牛排 今天做的是五成熟牛排 一面烤八分钟后 翻面再烤六分钟 烤盘里的牛排汁倒入碗中 加入适量酱油 淀粉 稍加搅拌后放入微波炉 盯10-15秒左右 料汁就做好了 记住牛排烤好后不要马上切开 静等五分钟左右 直到鲜嫩多汁的牛排就可以开动了 烧加摆盘后就能成为一道高端大气的艳客菜肴 喜欢的朋友们请订阅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